主席 各位同仁 外交部林部长 及各位长官 请部长 黄伟一好 部长你好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就是在一两天前 中国大陆对于M503已经开始进行是非了 那您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两岸对于 虽然是一个民航机的航线 那两岸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互动模式 或这样的一个沟通过程 您觉得是正向还是反向 尤其当我们台湾国内 大家觉得说中国大陆就直接跟国际民航组织申请 这条航线根本就没有知会我方 那现在正在我们加入国际民航组织 又是我们的一个国家的政策 在这个敏感的阶段 感觉起来我们政府的这个表态 或这个动作是非常象征性 而且是没有感觉起来 动作是有点疲软无力 那是不是因为我们要加入国际民航组织 需要中国大陆那边的一个善意回应 所以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间点 在这个M503这个事件 这个issue上不跟他们采取比较高调 比较强烈的抗议 有没有关系 两者之间 我跟委员报告 我想我们参与这个国际民航组织 iCare跟这个中国大陆503之间没有关联 没有关联 那M503这个部分 从去年12月到现在 事实上这个整个协商的过程 都在持续发展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 当然中国大陆 它事实上也显示了若干的善意 事实上也跟我们之间的协商也在持续 那国际上面对我们的支持 事实上也非常的明显 我想对我们来说 最重要的还是国际民航的安全 还有国安的安全 这个部分 这也是我们要加入国际民航组织的目的之一 对 所以外交部的角色 其实我们跟美国跟日本 跟欧盟都有做持续的沟通 我想大家也都看到 美国 欧盟 日本都有公开的发言 就是支持这两岸之间 希望透过协商的方式 也就是说iCare的规定也是一样 就是说这个M503要实施的话 大陆需要跟我们来进行协商 因为我们还不试惠国 对 可是这个也是要协商 因为我们的飞航情报区 跟中国大陆的飞航情报区是连接的 也需要协商 你刚刚讲到重点了 没错 所以中国如果是这样子 也需要跟我们协商 那是我们同意的 是的 我们同意 要经过协商 要经过我们的同意 明义的讲法跟国防部 跟交流部的讲法是不一样的 他们的讲法是说 因为他们是海峡中线以西 他们可能就不需要跟 他并不是飞过来以东 所以说他们本来就本来就可以在他们的海峡中线以西的地方 划设他们的民航行线 就如同我们在海峡中线以东 划设我们的民航行线 我跟委员报告 他是可以划这个航线 对 可是这个航线要实施的话 应该要跟我们协商 这个是iCare相关的这个惯例 因为我们的飞航情报区 跟上海飞航情报区之间是连接的 相连的 是相连的 所以需要跟我们协商 我想这个是一个惯例 所以为什么美方也是公开的表示 要督促 要urge中国大陆 要跟我们来协商 交通部的讲法是说 因为他们海峡以西是要划设 所以说他们等于说 是比较靠近海峡中线 往西以4.2海里这样子而已 那当然他也展现善意来跟我们协商 但是他并不必然需要跟我们协商 那您的讲法是说 他需要跟我们协商 我觉得其实这部分 如果是需要跟我们协商 表示我们也同意他走这条航线 或是我们可以不同意他走这条航线 那在同意与不同意之间 同意与不同意之间 我们是选择了同意 那这样子同意的理由 是不是跟我们要加入国际民航组织有关系 您说又没有关系 其实没有关系 我想主要还是民航的安全 因为这几天我想我原来也都看到 因为大陆方面所做的 这是一个包裹式的 这是一个package的安排 也就并不只是说原来的4.2海里 再往西延伸6海里 一共是10.2海里 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民航的航线 事实上因为透过这样的一个安排 如果大陆的军机将来能够在整个区域活动的 这个活动能够减少的话 其实对于整体的安全 对于整体的飞航应该会有帮助 我觉得其实这部分有没有关联 我们当然希望说 就算是要加入国际民航组织 也要维护我们的国格 那我们现在的进度如何加入国际民航组织 国际民航组织 因为我们上一次已经在大会里面 我们有应邀的贵宾的身份去出席 这是WHA模式咯 还不完全一样 不完全一样 那我们现在是希望能够在 这个iCare里面相关的机制 特别是两个部分 一个是亚太地区的民航首长的一个会议 另外一个就是Secure Portal 因为跟网络有关的这个部分 我们再有再跟他们联系 我想委员也都了解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 国际的支持 但也希望大陆方面能够显现善意 那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美方对我们的支持 可以说非常的强 希望说这个部分 您刚刚讲说美方对我们的支持很强 我们希望说这方面能够具体落实 是的 尤其至少在马总统任内 之前 美国前国务卿Sillary 就是热门的2016的总统候选人 也被爆出 他使用私人的电邮 来联系公务 那么请问 这个情形在外交部存在吗 或是说您个人使用吗 我跟委员 不是说您使用私人的电邮 是指联系个人的事项吗 还是这样 我使用的电邮是我们外交部的电邮 包括两个 一部分是外交部指定给我使用 另外一部分就是部长的电邮 我想这两个电邮事实上是我使用 这是公务使用的电邮 我个人是用雅虎 其实我没有对外 个人用雅虎 没有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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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就是说我们大家认为说 个人使用的电邮里面 是纯粹私人的事情 不能有任何公务 对我没有处理公务 也没有对外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您有没有办法 就是说对于外交部其他的同仁 会不会有严格的要求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资安的部分 资安的部分 其实我们非常重视 举个例来讲 我们事实上在外馆 还有国内 我们是落实实体隔离的部分 这已经很多年了 电邮的部分也是一样 每个人外交部有指定 他的电邮 我想这个是一个既定的方向 那这个部分 如果委员需要了解 我是不是请我们 资电处是不是要 再做一点点 可以 那但是我要请问你 那个工研院跟这个 中山科学研究院 他们有开发出一套 这个通讯软体 叫Joker 您有没有听过 有听过 他有没有用过 因为他 那个通讯软体 就是避免 譬如说在LINE 或是说WhatsApp 中间 可能会有一些 通讯保密的问题 或是有一些 他们的一些内容 会被传回到母公司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自己 开发了这个 那这个东西 对国防 国安 外交 特别有用 也就是说 他纯粹在政府部门 中间的联系 是比较好 但这个软体 没有办法 全面的推广 但是至少 他可以确认 他不会把这个 通讯的内容 这个转移到 这个外 这个 他母公司 或是外泄 是的 用不用 事实上行政院有在推动 我们都有装 你们都有装 用不用 到目前 这刚刚开始装而已 因为台北市政府 他们是用LINE LINE去 但是他们那种情形 跟外交部又不一样 外交部是高度机敏的 我没有用LINE 没有用 我没有用LINE 我有用Joker 这个事实上是行政院推动的 是 我希望说既然这个部分 它建制的成本也不低 尤其他们开发出来 那又有一套 这个要维护资安 我建议 在外交部也好 国防部也罢 这个国安 或是国防外交 这些 甚至陆委会 这些基要敏感的事情 的单位 还是要用 这个软体会比较好 所以电邮的部分 我票委员您看 我是不是请指定处 可以简单的说 来 委员好 我是指定处长 李志正 请说 刚刚委员提到的那个问题 外交部是统一 是用mofa.gov的email 那一般同仁 当然会有自己的email 对 不过就资安的方面 我们即使在mofa.gov 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mofa.gov 这是电邮 我刚刚讲 另外一个是通讯软体 对 第一个 这个先回答您 这个email的问题 即使email也是可以被破的 然后这个资安部分 最容易 最便宜的破解方法 就是email 所以即使外交部用 mofa.gov 一般来说 也不会把机密的事 也没有百分之百安全 因为我们知道 是不是这样说的 就直白的说 是 因为知道它没有百分之百安全 所以我相信 我们的同仁 在里面提到 也不会把机密的案件 在里面提 因为我们另外有管道 那我们政府 行政院推动 而且研发出来的 那个Joker呢 Joker应该也是一样的道理 它是比较 比较难破 因为它新 整个风暴 对 整个风暴 那是由我们自己发明的 那比LINE 比LINE 这些WhatsApp 这个有后门程式 可能有后门程式 要比较保险 对 不过即使这样 它这个应该也是 非机名的联络 也是非机名的联络 应该是非机名的联络 那行政院有通知 大家尽量使用这个东西 因为已经习惯LINE 跟WhatsApp 比较容易泄露 因为它的主控的机构 不是在我们 是在国外 对 是这样的 那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您会鼓励同仁 在公屋上的使用 使用就可吗 是包围 我想公务 外交部 就是当然 现在非常急要 急机密的东西 当然不适宜 那一般日常性公务的联系 建立群组 比如说你的资讯处 内部有个群组 或者类似这样的 有没有 会不会 将来应该会 因为它的目的就是这样 方便联络 不过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机名的事务 不会在上面讨论 好 我们希望这样子 部长再请问你 谢谢 现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 这个出席 Royce 他来台湾 可是之前 卡内基基金会 有办了一个 东北洋问题的研讨会 出席的美国国务院次卿 Sherman 他有提过 问到台湾问题的时候 他说台湾问题 没有被提出来是好现象 然后呢 他有提到 代表一个中国 和美中三公报的概念 变成了标准 可是没有提台湾关系法 那您 马总统也说了 台美关系是36年来 这个最好的 可是美国国务院的 这个事情 却 行政部门却是这么提的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会觉得三公报 一个台湾关系法 而现在只剩三公报 您觉得是一个进步来倒退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 我想美国各方面的官员 这个在各种不同的场合 有不同的表述 那事实上大家也记得 不同的场合 不同的表述 是见人说人话 没有没有 我是说 他的表述的不是完整 也不是完全 可是呢 事实上台湾关系法 事实上是我们台美关系 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事实上连欧巴马 在大陆参加领袖会议的时候 也公开有提到台湾关系法 我想这个部分是 所以欧巴马都这么提的 不会因为国务院的一个官员 这么提就表示台美关系是倒退 那事实上在最近 也有好几个例子 就是美方有提到台湾关系法 这个我可以送给委员做一个参考 是 好 拜托 最后一个 简单的说 是 我们提到了 这个 刚刚提到了 这个 今年秋天 习近平要去中国 而不是去美国 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最高等级的 你觉得 我们是怎么样心态的看待 所谓他们进行了 大国外交 我想对于 这个 中国大陆跟美方之间的互动 当然我们会持续地关注 那事实上美方 美国今年主要是邀请 不只是习近平 也包括安倍 也包括这个 韩国的大统领 我想事实上 他这个美方可以看着 他对整个亚太地区的 一个布局的一个做法 但我们会来关注 后续的发展 关注 好 谢谢部长 谢谢委员 好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